作为控制时间最长的英雄 老夫子的技能可真是令人相当头疼了 老夫子的三个技能都有控制 被动简直是为单挑而生 所以在后期的单代能力上也是不可替代 但就是这样一位在KPL和高端局抢着用的英雄 到了路人局反而变得尴尬起来 这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说老夫子在职业队员的手里 能做到更好的配合 不同于我们路人局排位的各玩各的 职业战队对每个英雄的走向和局势都有合理的分配 其他队员也能很好的配合作战 同样的老夫子见面开大职业比赛 你看到的是老夫子捆完人后 一瞬间窜出四个大汗 但在路人局你看到的是空无一人 那才叫真正的尽可孤身一挑五 同时路人局的节奏比职业比赛要快得多 职业战队因为普遍求稳以及极力想要做好运营 所以在打团上很谨慎 老夫子的大招恰好cd又长 不会轻易乱用的 包括什么时候捏着什么技能 每个选手都要心智肚明 而路人局则是 你在上路刚用掉了大招 后面打起来 队友却责怪你不给敌人大招 打架基本全靠个人意识 而且因为节奏的拖累 导致老夫子的成型气要很久 即便到了后期的单代环节 也很容易因为沟通问题产生失误 一个不好满盘皆输 种种原因最终造成老夫子在低端局的不受待见 但也不能否认 后期只要一个大招放得好 卖复活甲 换掉一个c位 妥妥的军事变优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